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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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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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给王崇洋请安 王崇洋就叫他山童 经过王崇洋的多班诱化 这个马玉终于决心 给王崇洋输家修道 大定八年的二月份 正式的拜师王崇洋 王崇洋给他赐名玉 号丹阳 就正式的成为了 王崇洋的一个弟子 马丹阳入道之后 王崇洋为了磨练他的心性 先是带他上昆鱼山苦修 后又让他伴坐乞丐 上街乞讨 面对师父的种种刁难 他忠实地践行 并深恶师父的苦心 今大定七年九月的一天 山东七侠人秋处基 直接跑到全知安中 带王崇洋为师 秋处基他家里非常的贫穷 在秋处基很小的时候 他的生母就去世了 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济世 秋处基是由济母来带大的 他的济母对他也不是很好 他的童年应该是非常不幸福的 到了秋处基十九岁的时候 看透了人世间的这一切 这个时候他就决心要出家修道 秋处基听说了 马玉请王崇洋 至家去供养 他到了全真安 拜王崇洋为师 王崇洋呢 见到秋处基 就跟他聊了一晚上 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输他为土 为他殉民处基 好长春子 就在王崇洋坐还之前 也就是说呢 在大京大京七年的七月至九月之间 王崇洋呢 曾经啊 点画过另一个人 叫浩生 浩生呢 也是宁海人 他的家世呢 也是书香美帝 但是浩生这个人呢 从小呢 就不喜欢仕途 他喜欢读书 他尤其是喜欢周易 后来呢 他在睡梦中 得到一个高人的指点 这个医学水平啊 大大的提高 所以给人预测 屡屡严重 在当地呢 小有名声 浩生呢 就当时呢 在这个宁海城的 摆了一个挂摊 一次谋生 养活他的母亲 有一天呢 王崇洋就到了这个 浩生的这个挂摊前 他就背对着浩生 坐在了他的挂摊前 这个浩生一看 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浩生呢 以为这个人 是来找他算卦的 但是看着 一看这个人呢 又不像 然后就说了一句 说先生请回头 他的意思是说的 你要算卦 你要算卦 过来算卦 你要回过头来 王崇洋并没有回头 王崇洋还是背对着他 然后说了一句话 恐怕你不肯回头 说完这句话 王崇洋起身就走了 这个浩生呢 一听这句话 感到富有玄机 然后他就 呃 悄悄地跟着王崇洋 来到了当时 宁海城的一个道观 叫朝元宫 来到道观以后 两个人一谈 浩生对王崇洋 非常佩服 他拿出自己写的诗歌 给王崇洋看 王崇洋随口就附贺一首 浩生对王崇洋的文采 非常抚音 当时就决心拜王崇洋为师 王崇洋坐航期间 还有一个人 也是宁海人 来拜王崇洋为师 这个人是谁呢 叫谭玉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金银将 家境呢 是比较富裕的 所以说这个谭玉呢 从小啊 结束了比较好的教育 他是熟读儒家经典 也要 这个幻想的 将来有一天呢 可以通过课举考试 来光宗要读 他在这个15岁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首诗 名字叫《枯套篇》 他说的 有朝一日爬上架 人人一仰头看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呢 彻底改变了 这个谭玉的命运 谭玉年轻的时候 经常和一帮朋友呢 去喝酒 有一天晚上呢 喝醉了 回来在路上呢 就卧倒在靴地里 睡了一晚上 到了第二天早上呢 他就得了封闭之症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 实际上是 他受了疯寒 就是半生不遂了 为了治好 他这个封闭之症 他可以说 四方求一 但是最终呢 还没有 治好 谭玉听说 王冲阳收了马玉为土 是个高人 就想找王冲阳治病 当时王冲阳正在坐环 他不停地敲门 王冲阳就是不给他开 他非常坚决 敲了一天一夜 突然一下 门自动开了 王冲阳感到 这是缘分 就把他请进了环中 两人聊天 王冲阳觉得 这个青年 应该是一个 可以造就的仙才 于是 就把他留宿在环中 天气非常的冷 王冲阳的环中呢 又没有被褥 而且这个环呢 本身就是一个草棚子 四面透风 呼呼的风吹入 王冲阳因为 他有道行 所以他并不感到 多么寒冷 但是谭处端呢 是一个平凡的人 所以他晚上呢 冻得受不了 回神哆嗦 这个时候王冲阳呢 就渗过自己一只脚 让这个谭处端抱着 伸到谭处端的怀里 说你抱着我这只脚吧 所以这个谭玉呢 就抱着王冲阳这只脚 他感觉呢 就好像是 抱了一个大火炉子一样 一会儿 这个王冲阳这脚呢 就呼呼的发热 这个热气呢 很快就穿遍他的全身 这个时候他全身呢 就出了几通大汗 他感到非常的疲倦 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个谭玉醒来 突然发现 自己的封闭之症 治好了 这个时候就决心 拜王冲阳为师 今大定八年二月 宁海人王处一 也来拜王冲阳为师 王处一的父亲 去世很早 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王处一的母亲信仰道教 在拜师之前 他已经和母亲 过着出家人的生活 在今大定八年的二月份 王冲阳就待着 这个秋处吉 马玉 谭处端 王处一 离开了这个全地岸 来到了昆虞山修炼 王冲阳和这个四个弟子 在这个地方开枣 阳霞洞 而就在开枣 阳霞洞的时候 就在开枣的过程中呢 山顶上的一个大石头 崩落下来 当时这个山边呢 就有很多的人 这个石头滚下来 肯定要砸死非常多的人 大家都感到非常害怕 惊恐的时候 这个时候 王处一声 突然那个石头 嘎然而止 就挺住了 不再往下跪了 看到这个场景的人 大声地欢呼 对王处一声 对王处一声 就是更加佩服了 今大定八年 好大通的母亲去世了 她安葬好老母以后 就来到阎霞洞 拜王重阳为师 王处一出家以后 母亲没人照料 她母亲也来到阎霞洞 拜王重阳为师 王重阳给她赐名 德青 好玄境散人 王处一的母亲 是第一位全真道的女道士 比孙伯二还要早 但是她没有跟王处一 王重阳一起修炼 这个全林妻子里 里边 已经有五位聚齐了 但是我们今天 要看到阎霞洞 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非常的狭小 要住上五个人 加上王重阳六个人 是非常拥挤的 这个时候王重阳呢 就已经有打算 让一部分弟子 办理阎霞洞 当时选择王处一 让王处一试图 办理阎霞洞 那么在阎霞洞 这个期间 修炼期间 这个时候王重阳 已经意识到自己 不久又人世 就试图呢 一直想着在自己 闲事之前 能够把这个道法 来传承下去 所以说他决定 不打算在这些弟子里面 平均用力 打算选择一位 来作为他的传承人 把道法来传承下去 所以说他选择的这个人呢 就是马玉 每天他让其他的弟子 到周围的村庄 去乞讨 然后呢 就留下马玉 再给马玉 来讲道 来传承他这个 单道修炼的一些秘诀 除了教化马玉以外 还偶尔的点拨一下 他处断 但是对于 修处机 对于浩大通 他很少教给他们什么东西 他曾经有几次 跟那个浩大通说 让他支持 今大定九年春天 王处一来到荣城的铁茶山修炼 这年六月 郝大通也到了铁茶山 王崇阳身边 只剩下马丹阳 谭处端和秋处姬三位弟子 孙富春看到马玉 出家修道的决心 非常坚决 再想与马玉 重修夫妇之好 已无可能 他心灰意冷 辞别三个儿子 今大定九年五月 他跑到金连堂 拜王崇阳为师 王崇阳欣然接收了这位弟子 给他赐名伯二 号清静散人 全灵道是提倡男女平等 王崇阳的弟子里边 既有男性 也有女性 尤其是到了后来 全灵道产生了大批的女官 很有道行的女官 因为曾伯二是女官 所以不适合呢 也不方便跟王崇阳 马玉等人居住在一起 所以说呢 王崇阳就让他立刻 金连堂 已经寻找了一个道观 来居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山东莱州 王崇阳又收了一位弟子刘畜璇 他是莱州五官庄人 幼年时 刘畜璇的父亲去世 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在他的家乡附近 有一座大基山 是个高道云集的地方 刘畜璇因此深受道教思想的熏染和影响 很年轻就产生了出家修道的想法 二十三岁那年 刘畜璇遇到了王崇阳 王崇阳见他修道之心 义正而新成 探月 松之月 竹之雪 故不授于黄尘 于是收他为徒 刘畜璇是王崇阳在山东 所收的最后一位弟子 后世所说的全真妻子 至此收起 大定十年 王崇阳先世之后 马丹阳等四真遵从恩师遗言 在护县刘蒋村 为崇阳祖师修至葬所 并居丧守坟三年 马丹阳在墓前栽制一株银杏树 如今已如花盖 遮蔽着祖师仙银 今大定十四年八月 马丹阳 秋处基 谭处端 刘处璇 在护县秦渡阵真武庙 月夜研制 马说斗贫 谭说斗士 刘说斗志 秋说斗贤 此日 四人各行旗帜而别 真武庙言志 是王崇阳四位高徒 在分手红道前 一次商讨全真道 今后发展大计的重要聚会 马丹阳回到护县刘蒋村 秋处基去了宝基盘西 谭处端和刘处璇去了洛阳 马丹阳回到刘蒋 构筑一广庭 首书祖庭新寺 崇阳祖庭一名从此流传 他在今日的崇阳宗 闭门修炼六年 众多诚心向道者 慕名来到祖安 归一全真 他传道 指征朝夕 他对门人说 一昼夜凡几时 门人说十二时 他说 十二时中天运造化 曾少亭兮否 学道者亦如事宜 马丹阳在祖庭待了十二年 为早期全真道 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 其座下弟子 有玄门石解园之说 丹阳真人语录中说 诗居环度中 但设吉他 笔焰 羊皮而已 旷然无余物 早晨一碗粥 五间一拨面 过此以往 果如不经头 除过在关隆地区 云游传道外 马丹阳多数岁月 是在环渡中度过的 他的这种饮修苦行 和他早年的富贵生活 简直是天壤之别 马丹阳 他主要就是 他年纪比较大 他起一个 早期来自成 全真道的发展 起这样的作用 马丹阳遵从先师 清净加封的教会 祖庭的房屋 仅有三间而已 大定二十二年 金朝廷下令 遣发道人 各还本乡 马丹阳被迫 回到山东 临行时 马丹阳将观中教室 托付于秋处基 马丹阳壮志未愁 悲叹不已 他说 三纪山童得遭遇 专来秦帝 练云涛 寻思八字 还乡去 不若听钱 请一刀 从金大经十五年 一直到金大经二十二年 这段时间 一直在山东传道着 和修道着 就是王处一 王处一呢 当时带领 王重阳当年 和建造的 三周五会的会众 积极地传播 和弘扬全连道 所以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所以马玉呢 从陕西 一回到家乡临海 这个三周五会的会众 就上万人 来欢迎他 因为当时他是全连长教 应该是代表 全连道的领袖 很多的文人 很多的官僚 很多的三周五会的信众 都列队来欢迎马玉 这个王处一 就是叫王毅阳 道好王毅阳 当其他各自 分头都离开山东 到其他串角的时候 他六手在交动 就形成了 全景道的一个基地 马玉回到家乡以后 然后也积极地 来弘扬全连道 他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和这个刘处玄 和王处一 各自相见了一次 刘处玄呢 于金大丁的二十一年 也就是早马玉一年 然后又洛阳 回到了山东 他的老家 山东莱州的五官庄 到了第二年 金大丁二十二年 他就开始 大肆地来建造 规模宏大的道观 这就是说谓的五官观 按照邱处基的说法 当时在山东的全林道观 规模最宏大的 建造的最宏伟的 就是刘处玄的 所建造的这个五官观 其次才是 秋处基后来所建的 太虚公 这个王处一 后来所建的 这个玉虚观 马玉回来以后呢 去见刘处玄 刘处玄呢 就胜伏出影 打扮得非常华丽 来迎接马玉 马玉非常的不高兴 马玉看到刘处玄 住着豪华的屋外 穿着豪华的衣服 他就感到 违背了王冲阳祖师 原来所讲的那种苦行的 这样的一种原则 就对刘处玄有所责备 这个刘处玄就说呢 古人曾经讲过 修丹呢 就是要日销万两黄金 那马玉就说呢 日销万两黄金 正好促插淡贩 这个时候 马丹阳和刘处玄 在对全林道未来的 发展的看法上 已经有了分歧 刘处玄呢 开始建造大型的 这样的一种公冠 所以这个 这个刘处玄建造公冠 这种行为啊 对全林道的 后来的修行方式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在刘处玄建造 这个大型公冠之前 王冲阳和全林七子 基本上是采取了一种 犹房苦行的 这样一种修行方式 然后从刘处玄开始呢 这个全林道的修行方式 开始由这个犹房苦行啊 转为这个助冠的修持 这种方式的转变 对后来全林道的 这个修炼的思想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王处一在铁茶山修炼 听说马玉回来了 他就赶紧到宁海 拜见马玉 两人彻夜长谈 马玉劝他说 重阳师父已经去世了 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积极地出来弘扬全真道 王处一说 现在你是全真长教 你应该承担起宏道的责任 我出来宏道 时机还不成熟 现在还是以修炼为主 这次谈话 对王处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 王处一也开始 在山东各地宏道 王处一也开始在山东各地宏道 但是他并不提倡全真道士 去做这些摘教 但是在于普通百姓来说 他们对道教的这样的一种认识 还是停留在这种传统道教的基础上 全真道兴起以后 很多普通的信众经常去请全真妻妻子 去做各种各样的摘教 尤其是马玉当时作为全真长教 但实际上马玉是不懂这套摘教的 迫使得全真妻妻子开始学习 传统道教的一些摘教科 经大定23年的12月份 马玉就先逝于莱阳的尤贤公 当时马丹阳的寿命是61岁 他曾经在山东和在陕西 修道与传教多年 修了大批的弟子 到了明代的时候 他的弟子创立了一个 一个全零道的支派 被称之为玉先派 他们追奉了马丹阳为祖师 在山东的青州 云梅山上 就有一个马丹阳的潜伏雕的刻像 这个刻像旁边写了一句话 是马丹阳祖师打坐真相 这个马丹阳的这个像是刻于明代 很有可能啊 当时云梅山周围的一些道观就有马丹阳的弟子 或者说玉先派的道士在这里修炼 马丹阳的这个传教的事迹呢 我们能知道的呢 有下面这么四个故事 是说的是哲驰人鱼的故事 潭寿端在这个洛阳修道的过程中 有一天呢 他走到这个 慈州的二祖镇 向一个人化缘 这个人就问他 你从哪一来 潭寿端还没用 还没来得及回答 这个人呢 回首一拳 就打在潭寿端的脸上 当时呢 潭寿端几颗牙齿就被打掉 满脸都是鲜血 周围的人呢 感到非常的生气 就告诉潭寿端呢 赶紧报官来制裁这个人 不能这么放肆 这个人呢 实际上是一个罪汉 所以潭寿端呢 不以为然 挨了一拳以后 潭寿端把牙齿端在手里 然后呢 再歌再舞 边唱边走了 并没有去报官 这件事情 后来被马玉听说了 马玉就说了一句话 说一拳呢 宵尽平生夜 来称赞潭寿端 我们看到 潭寿端呢 是主张不争 忍让 牵下 这样的一些精神 那么潭寿端呢 对这样的精神 可以说发挥了淋漓尽致 马玉呢 先是于山东来阳的游贤公 当时呢 刘处玄就派弟子 来到了这个洛阳 来请潭寿端的就任 潭寿端的第三任长教 潭寿端呢 接到这个刘处玄的书信之后 就给刘处玄回了一个信 当时信中他就提到呢 掌教之事呢 他可以记任 但是教内的事情呢 还希望了刘处玄呢 多多管理 因为他告诉刘处玄 丹阳呢去世了 但是我呢 不久 我也讲先世 所以没过多久 到了今大丁的 二十五年的一天呢 潭寿端呢 就先世于罗阳的朝元公 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呢 潭寿端一夕的弟子呢 就追溯潭寿端为祖师 创立了一个全民道的支派 这个支派呢 就称之为南无派 到了清末的时候 劳山呢 仍然呢 还有这个南无派呢 在传承 烧血管的地道 谭处端在洛阳先世以后 刘处玄继任全真的长将 成为全真道第四任长将 金大晋十四年 中秋 屈六台玛四子分属之后 刘处玄呢 就跟住王冲阳人中前的遗嘱 跟随着谭处端来到罗阳修炼 刘处玄呢 却住到了罗阳市中的土地庙 在这个土地庙中的修炼 刘处玄的修炼方式呢 和权利七子的其他个位的修炼方式 有很大的差异 你像邱氏基 他躲到了潘席龙门 这个神山老林里去修炼 刘处玄在修炼的过程中 经常出没于罗阳的这个花节柳相 这个势谈杂踏之地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啊 经常在这些酒馆 妓院 这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出没 按照王冲阳规定的全林道的戒律来说 什么全林道是禁欲的 这样的地方应该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但是他却偏偏在这样的地方修炼 那么刘处玄的这个修炼方式啊 就是一种对自我新兴的一种锻炼 这由在陈世中来锻炼 真正才可以做到 看开陈世中的一切 最后呢 才能够修炼好自新的新兴 经大定二十七年 刘处玄呢 就在就以来州五官庄 五官官为基地 然后在山东各地呢 来传播全林道 有人呢杀了人 官府呢误人为是刘处玄 凶手是刘处玄 然后就把刘处玄呢 抓进了监狱 刘处玄呢 既没有任何的审便 乖乖的就让别人 抓进了监狱里面 别人呢都为他名不平 但刘处玄本人呢 却贪然处置 在关了一段时间以后 后来这个杀人只出来自首 刘处玄呢 才被放了出来 这件事情过后 大家对他呢 都非常的佩服 而从入狱 从狱中出来以后的刘处玄 也有很大的变化 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 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这个文学水平就突飞猛进 他对于一些道教的经典 随口就来 而且都能够解释得通 所以后来他就住了什么 黄庭经 住了道德经 寅福经 那么在权力气子里边 他是住经最多的一个 金太和三年 刘处玄先是于莱州 灵须冠 刘处玄收了大批弟子 明代以后 出现了全真道的一个支派 被称之为隋山派 他们追溯刘处玄为隋山派的祖师 今天 山东劳山的太清宫 一直就有隋山派的传承 有人就说 太清宫是隋山派的祖庭 郝大通和王处一 在铁茶山修炼多日 他没有独立自主的修炼意识 有一天 王处一就说 你不要老跟着我 你应该自己去寻找探索修炼的道路 于是郝大通离开了铁茶山 西行入关去寻找 秋流谭马这四位师兄弟 他来到护县刘蒋村 祭奠过崇阳祖师后 他提出要和秋流谭马一块 来为王崇阳守丧 但是他的要求 遭到了谭处端的拒绝 郝大通离开中南山 游历到祁山时 遇到了一位艺人 这人给他传授了秘法 并赐名大通 赐号广宁子 离开陕西以后 郝大通一路行人了 就到了河北的沃州 然后就在沃州的桥下 打坐修炼 别人试着给他饭时 他就吃 不试着给他 他就不吃 有时候几天 得不到别人的食食 他就几天不吃饭 有一天呢 这个发了大水 把这个桥底下都淹没了 好多人认为啊 这个怪人啊 已经被淹死了 然后跑过去看 水退了以后呢 发现呢 浩大通仍然还坐在那个地方 好多小孩呢 看见浩大通 天天地坐在桥底下 像个死人一般 也跟他开玩笑 然后呢就会在浩大通的头上 垒石头 垒的高高的石头 而且他跟浩大通说 你不要动 一动呢 石头就掉下来了 垒完了石头 小孩就跑了 回去好几天 他们就不来 下次再来的时候 一看呢 石头还在他头顶上 浩大通呢 一动就没有动 几天时间就没有动过 他在沃州 修炼了几年以后 最后得到 得到以后呢 然后他就在周围游历 来弘扬全林道 收了一批的弟子 就在这个游历期间 他又在这个 鸾州这个地方 遇到了一个义雷 这个义雷呢 再次传授给他这个 大义秘书 从得到这个雷的传授以后 这个浩大通的 这个义学的水平啊 大为提升 然后为人言及凶 预测非常的准确 今明朝年间 浩大通呢 就回到了山东 回到山东以后 他一直住在 宁海的先天关 在这期间呢 他收了两位 非常著名的弟子 一个呢 就是范元熙 一个呢 是王志景 今重庆元年 浩大通呢 就先逝于宁海的 先天关 浩大通去世以后 他的弟子呢 一直传播权利道 尤其是范元熙 和这个王志景 在秋处基 西行进一件 成吉思汉 从山东带走了 十八大事之后 山东这个 留下来的高道啊 数量就不多了 而其中最为著名的 就是范元熙 至于王志景来说呢 那更是 今末原初的 权利道的著名高道 到了这个明清时期 追溯 浩大通为祖师的 华山派 发展的势力非常大 仅次于龙眉派 成为七零道派里面 这个除了龙眉派以外 是传播最广 势力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道派 王畜仪在荣城的铁茶山修炼 后世流传许多 他的修炼故事 他一直奉行 崇洋祖师提倡的 苦行修炼方式 为了练习心性 他曾经单脚 独立站在悬崖边上 站睡魔 强迫自己不睡觉 据说王畜仪 曾在铁茶山的悬崖边上 修炼了九年 秋处姬听说这事以后 称赞他 九夏营阳历 三冬暴雪棉 金大丁九年春天 王冲阳呢 就让王畜仪 来到了这个 今天荣城的铁茶山 独自修炼 王畜仪呢 他在铁茶山修炼的 这段时间 一直吃脚 往来又大山之间 都是吃脚行动 不管山上的荆棘 石块都把脚来划破 他也一点也不觉疼痛 也真是因为 王畜仪的这一行为 所以在周围的信众中 取得了很高的违信 被称之为贴脚线 还有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为了不让自己睡觉 这个王畜仪呢 有时候他就跪在石块上 一些碎石块上 膝盖呢 鲜血淋漓 但是呢 他以这种方式 来修炼自己的心性 经过九年的修炼 王畜仪呢 终于有一天呢 就悟到了 悟到以后的 王畜仪就开始 在这个登来宁海 这个郊东三州 传播圈林道 金大定二十八年八月 王畜仪来到山东 汝山的圣水盐 饮修数年 后来 其弟子在圣水盐旁边 修建了玉须宫 纪念这位道教宗师 今天 玉须宫保存的 金代石碑 就记载了王畜仪 当年光大全真道的事迹 他在这个继位的第二年 就警觉权林道 不允许权林道 和这个金朝廷的官员 和贵族有来往 这件事情对权林道来说 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到了金称安年间 这个金张宗的态度 有所变化 到了金称安二年 下令征召王畜仪 至京都 他要面见王畜仪 向王畜仪问以 长生之术 王畜仪给他做了很好的回答 让他非常的满意 那么王畜仪也借着金张宗 征召他和信令他这件事情 王畜仪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权林道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件事情呢 就在金张宗征召他的时候呢 他向金张宗推荐当时的权林长教刘处权 第二件事情 王畜仪呢 就向这个金张宗进言 然后向金张宗征召 当时在这个中南山刘蒋村祖安 做主持的这个吕道安 而且祖庭呢 当时恰恰恰是处在一个最为艰难的时期 王畜仪呢就借金张宗征召他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想帮助这个吕道安 获取这个祖庭的灌额 所以吕道安来了以后啊 金张宗非常重视 和吕道安进行了面谈 而且赐吕道安为提宣真人 并赐这个祖庭灌额为灵须 这次成为了一个合法的道观 到了金太和年间 这个金张宗啊又曾经两次征召王畜仪 让王畜仪呢 到伯州的太清宫啊 举行普天大教 据说他曾经啊 度刀是千余人 但是他对全天道的贡献 以及他在金朝 他的这个影响力 在教内或者教外 这个的声誉 可以说是超过求主纪的 在当时的状况下 是超过求主纪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超过了刘初选 所以他对早期全灵道的贡献 非常大 到了金信令元年 王畜仪呢 就先是于 这个生水爷的于徐关 他的弟子呢 到了后来啊 就创立了一个全灵道的支派 这个支派呢 就被称之为于山派 孙伯二是全真妻子中 唯一的昆道 出家后 他精心研究经韵琴谱 他留下的琴曲 流传至今 并被称为孙谱 他还凭借王冲阳 当初传授的 天福云传秘诀 参悟修持 首创了全真道 女丹修炼秘诀 到了今大定的十五年 孙伯二呢 才听说了 王冲阳 这已经先世的消息 这个时候的孙伯二 虽然已经出家修道 但是他对马玉的这个 亲情和爱情呢 还没有真正的断绝 他还有一次的幻想 他就立刻呢 悉行入关 去寻找马玉 在这个长安城中 见到了马玉 见到马玉以后 马玉对他的心思 是非常明细的 就立马玉立即呢 就写了两首词 赠给这个 孙伯二 向他表明 自己出家修道之心 已经极为坚决 而且已经得到 他们夫妇两个人重修 夫妇知好 是已经不可能的了 并且告诫孙伯二 让他呢 到罗阳去修炼 听了马玉的话 孙伯二呢 去金大定十五年呢 来到了罗阳的奉仙孤洞 修炼 一直到金大定的 二十二年 这个先世与奉仙孤洞 孙伯二去世之后 他也收了一批的弟子 这些弟子呢 也是继承孙伯二的丹法 继续在传承 到了明代 就兴起了一个 女丹道派 叫清静派 这个清静派呢 就追溯 孙伯二为祖师 今末元初 在全真七子的感召下 众多世流 汇萃于全真道门下 大大提高了 全真道的社会地位 及影响力 也使得全真道 在文化上大有建树 成为中华文化的捍卫者 七真撰续中说 七真知旧誓言 真业上帝之心 上帝之爱民也 真集七真知教义 这应该是对七真 历史功勋的最好评价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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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